超级系与真实系区别在哪里 在机器人爱好者群体中 一直流传着超级系与真实系的两种说法 而超级系和真实系又是什么呢 它们之间究竟如何区别呢 是大声喊出的招式名称 还是拥有精密的机械细节 又或是能够使用特殊能量 还是有着什么奇特物质 不不不不 以上的这些全部都太simple了 今天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超级系与真实系究竟从何而来吧 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的话 超级系机器人就是超现实的机器人 它们不但拥有不讲道理的强度与武器 而且还有着Bug一般的技术 它们是一起当千的主角 只要有它们在 就会游戏揪起来非常不合理 看起来却有热血异常的战斗 而真实系简单来说 就是设定上偏向于真实的一类机器人 它们更像是机器人发展的浴室 似乎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站立在大地上 主角也只是驾驶技术更强的正常人 并不是可以一人左右战局走向的救世主 简单来说就是 超级系就是火箭飞拳大激光 真实系就是光束不枪光束刀 这基本就是一般人对超级系和真实系的印象 但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片面 因为存在类似高达G 和斗传这种界限模糊的作品 显然这种说法并不能作为分类的标准 因而就有了另一种说法 超级系就是魔王与勇者 侵略者与守护人之间的简单的故事 真实系则是残酷的战争 政治的勾心斗角 以及战争下的众生相 然而真的是如此吗 依然是图样突三破 很显然这个说法也无法站住脚 由于篇幅原因 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中另外聊聊它 不过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先步步翻哦 那么超级系与真实系的到底要如何区分呢 事实上 目前比较有幸福的说法是 超级系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是救世主 是英雄的铠甲 有人造物 也有非人造物 甚至会有外星文明的产物 或者古代文明的遗产 作品的重心在于机器人的存在本身 更加强调机器人的存在 真实系则是战争兵器 是士兵的武器 是人类制造的兵器 作品的重心则在于整体的斗争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勾签斗角 政治与军事的对抗 然而事情看起来并不简单 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定义区分 爱好者们依旧会因此玄伦自修 为了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区分定义 我们追攻溯源终于发现 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超级系 与真实系的说法了 这一切仍然要从机器人动画的始源说紧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有提到过 对日本机器人动画有着特殊意义的三部作品 日本动画历史上第一部机器人题材动画作品 《铁壁阿童木》 日本动画史上第一部巨大机器人题材的动画作品 《铁人28号》 日本动画历史上第一部由人驾驶的 载人巨大机器人题材的作品 《魔神Z》 是的 这三部作品都没有提到过所谓的超级系或真实系 甚至于无论是被大众普遍认作是真实系笔组的机器人动画作品 《机动战士高达0079》 还是之后所谓的真实系作品 如《装甲骑兵波特·姆斯》 《太阳之牙·达格拉姆》 《超时公要赛》《麦克罗斯》 也没有正合支言片语提到过真实系机器人 而所谓的超级系说法 你只能在《魔神Z》OP中找到一句 《超级机器人》《魔神Z》 而在其之后的机器人动画作品中 《超级机器人》一词也是十分罕见 无论是使用超电磁机器人 还是在那之后的各种机器人 都从未自称过《超级机器人》 乃至80年代90年代机器人作品中 《超级机器人》也不是常见的词汇 那么 《超级系》与真实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游戏系列 《超级机器人大战》 《机战》第一作 是于1991年发售于任天堂掌上游戏机 Gameboy平台的《超级机器人大战》 格子的战绩游戏 其主要卖点就是汇聚了各个作品中的 反派与主角 展开一场关公战寻求式的 大乱斗的作品 《机战》从第一发售至今有28年 遍布各个平台 在它的影响下 机器人题材作品借鉴形成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钢之魂 而《超级系》与真实的说法 也是从《机战》系列中 逆向输出到机器人爱好者群体中的 因而 1994年发售于任天堂家用主机 SFC平台中的 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中 第一次出现了《超级系》与真实系的说法 作为游戏就必然会有数值 游戏为了更好的还原原制中 各种机器人的表现 对其作战风格在数值上进行了分类 游戏将高血量 强装甲 低运动性 低命中的机器人 贵纳为超级系机器人 该分类下的机器人 夺使用耗能的格斗类武器 且最强武器 攻击高 耗能大 将低血量 弱装甲 高运动性 高命中的机器人 该分类下的机器人 多使用以弹药为主的射击武器 其最强武器伤害 略低于超级系 不同的机器人的配置不同 但大体不会脱离这个模式 无论是稳摘稳打 全权到肉 如钢铁巨人一般 与boss以血换血的 热血超级系机器人 还是机动飘忽 无伤躲避敌人的攻击 在战场上拥有高生存能力的 真实系机器人 都在游戏中 收获了一批属于自己的拥盾 其中 比较典型的 就是游戏中原创机体 胸鸟修格拜音 以及古伦加斯特 想必这两台机体 在机战玩家眼中 也是老熟人了吧 随着机战系列 游戏在机器人爱好者 群体中的广泛传播 超级系与真实系的说法 与日渐流传开来 大家开始为作品打上标签 然而穷则思辨 一个领域发展到了瓶颈 就会寻求突破 很多不同的元素 开始先互融合 超兽机神断空我 飞跃跌风 忍者战士飞影 等作品的出现 也对超级系与真实系的区别 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随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标签的出现 人群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产生了鄙视链条 更是出现了 早古超级系机器人动画 都是幼稚的刻板影响 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游戏 作为一个近30年的老游戏系列 至今已有新游戏的发售 而如今就连游戏中 超级系与真实系的概念 也在日渐模糊 超级系攻击 不一定会比真实系高 真实系会拥有强力的格斗必杀 甚至是参战作品 也并不只局限于机器人题材 如EVA 宇宙骑士铁加曼 这些与机器人斩编的作品 又如宇宙战舰大和号2199 蓝宝石之谜 宇宙骑士家邦 这些并未出现机器人的作品 也陆续参战 也渐渐削弱了 超级系与真实系的界限与重要性 超级系与真实系 本身就是游戏中为了区分风格而做出的区分 对于作品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 机器人题材就是机器人 本来无一物为何惹尘埃 个人认为 无论它是什么样的 是圆 是方 是兵器 还是英雄 是超级系 还是真实系 都没有必要纠结 只要它是我们所喜欢的机器人 就好了 机器人题材自诞生之初期 便是未来科幻的一个分支 无关超级与真实 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题材 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也是巨大的 之后我们将带领各位 领略不同作品的风采 欢迎有不同观点的朋友提出异议 如果有实际证明以上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会十分高兴的 感谢观看